大家好,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 特朗普称,不使用美元的国家将被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言论 这次特朗普在美国当地时间7日声称 要让那些不再使用美元的国家付出高昂代价 对其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就是说,如果你不使用美元 那么你卖的美国东西价格要乘二 比如买T恤,假如10美元,现在就要20美元 报道称,这是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 威斯康星州召开集会时的发言 说如果你离开美元,你就不能与美国做生意 因为我们将对你的商品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说就是特朗普刷法 过去8年时间来,美元一直在遭受严重围攻 许多国家都在远离美元 但他希望美元能够继续成为世界储备货币 这很蠢 我不知道董王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回忆一下 最初的贸易战是谁开始的 难道不是你特朗普,董王你自己开始的吗 正是因为你对欧洲,对中国,甚至当时对日本什么的 都在打贸易战,逼着别人去买你们东西 当时也是嘛,要治财啊,要关税啊什么的 这所有套路都让你一人玩完了 导致全世界对于美国的国家的信任感 一直在持续下降 怕美国哪天突然就玩陷了,玩崩了 一下美元入厕值不值钱 导致美元的地位下降 所以说董王在位期间 他自己用的各种各样的花活 一些政策,一些言论 正是美国的美元 国际地位持续下降的一个开始的一个点 因为你很想象在这个奥巴马时期,美元的这个地位呢会下降 为什么呢?因为奥巴马其实是一个国际化主义者 他还是把这个全球作为一体 那你既然呢,想让全世界使你的这个货币 那么你自然呢,要拥抱世界 而不是做这个贸易保护主义 天天点击着,让别人都买你东西 然后你不买别人东西 别人不买你东西呢 你说人家这个什么贸易保护 然后别人呢,说 哎,我买一点我们东西吧 我们东西什么T恤啊,什么挺好的 把你清销啊,就开始了 就是这个双标呢,其实是特朗普一直在玩的一个把戏 这个很正常嘛 他其实是为了兑现自己的这个承诺 但问题是呢,你的这个政策不可能两个一起执行 你不可能说一边呢,不买别人东西 一边你还是别人买你东西 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两条政策本来就是互相矛盾去互斥的 你要么拥抱世界 要么你就玩闭关锁国 只能二选一嘛 而董王看起来呢,他一边呢,在玩闭关锁国 他一边还希望全世界呢,继续能买美国东西 就有点搞笑了啊 所以说美元地位下降啊 我觉得董王自己呢,是这个罪亏祸手 有人吐槽嘛 说如果要防止啊,咱们中国呢,不使用美元 董王就应该逼迫中国呀,使用美元 我对此呢,他说提个妙计 比如说美国如果说对中国的商品呀,实行零关税 甚至呢,美国联邦政府给进口的中国商品加补贴 这样一来呢,中国的商品呀,将海量进入美国市场 这不仅呢,将缓解美国的通口膨胀 最重要是呢,将迫使中国转走大量美元 说美,中国手里的美元越多呀 就越地使用美元,越无法摆脱美元 说这个阳谋啊,绝对可以套住中国 且保证呢,美元的霸权呀,万事不朽 那这个其实挺的很扯淡 但是其实是在理的 你想啊,首先中国不详失美元的原因是啥 就是因为你美国呢,一直在内部啊,去印钞票 你印钞票等于在稀释我手里储备的你的美元 因为你印钞票呢,这个事呢 你不用跟全世界手里储备美元的国家去提前打出招呼 说哎,我印钞票了,行不行啊 你想印就印,不想印就不印 那你只要印了,对不对 全世界手里拿了美元的国家都要为你买单 等于你把这部分通口膨胀转嫁给了 全世界的其他的这个美元持有者 等于你就是在割酒才买 而且你这我买单我买 总是还逼着别人买你的东西 那人的国家也很不爽嘛 你不是把我们当傻子了吗 而且你美国呢,现在确实面临着物价呢 比过去又高,就是通口膨胀 那怎么造成呢 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啊 实行了一些关税 当然不止中国一个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是这个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 但是呢,一些低端产品 什么T恤丸麻倒的 已经转移给了越南呀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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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呀 这些国家 对吧,但把这都刨除出去 中国依旧是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家 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人民呢 买东西便宜一点 你自然要买中国的东西 对不对,对吧 这样的话呢 你只要不对中国商品呢收关税 让中国商品呢可以更多的进入美国 那必然导致美国的物价 进行整体下调,通胀降低 同时呢,因为中国 卖你很多东西 你是拿美元支付的 那中国手里必然会有更多美元 那这样的话 我既要卖你东西 我还要赚你美元 对不对 就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是不是 那是不是等于就是让中国试美元了 而且越来越来越强 但是美国 还有特朗普 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为啥呢 他担心的是 他自己的制造业呢 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 你看这很搞笑了 他自己制造业呢 不是说没搞吧 但是搞的说话没啥起色 又是什么富士康啊 又是这个那个的 一些一些这个制造业 当时想跑路去美国 结果后发现呢 经营不下去 变成了完全的一个骗补贴行为 等于美国的制造业 说是要回流 但是董王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 这是引进了一些公司啊 但是业务根本没有开展起来 这些制造业的大厂呢 他们缺乏在美国继续运行下去的成立 因为阻碍太多了 包括对这些工人的保护啊 什么的 可能比较完善 他玩不下去 专门有钱 他要开始点击 往中国往回润 好 你美国的制造业既没有回归 同时呢 你还因为这个兑现承诺啊 你要遏制中国商品的输入 那也自然物价就高了 那你说啊 我们中国有你美元的目的是啥 对吧 我就是想储备你美元 我从什么渠道拿到美元 那必然是说我卖东西 对不对 我把东西卖出去 人哪里美元支付给我 我手里才有美元吧 对不对 但问题是我卖什么东西出去呢 你啥都不买啊 那搞笑了 所以说 特朗普这说呢 这个话呢 不是不可能 但有点蠢 等于他等于在预设 他既希望中国呢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呢 能获得更多美元 同时他还不允许 中国把这美元花出去 就是你手里就攒着 对吧 中国现在是这个想赚美元呢 赚不着 然后他还不许你花 那说 这手里拿起来美元干嘛 对吧 在这在这发毛嘛 土层嘛 说特朗普说呀 要对不用美元的国家呢 争百分之百的关税 而这个哈里斯呢 说将要将公司税 从百分之二十一呢 提升到百分之二十八 说两位呢 卧龙凤雏啊 真是不相博众 我看也别争了 应该把美国分两半 卧龙凤雏呢 各管一半 就是增加这个公司税呢 就是简单来说 要对美国的这些大企业 之类的多收税 那这无疑呢 是不利好美国的 这个商业经济环境的嘛 但是民主党呢 本身就是个大政府的 这么一个政党 所以他肯定是要 对富人多收税的啊 好吧 再来看一个商业新闻 华为呢 发布了全球首款啊 三折叠手机啊 售价 开始最便宜的版本 是19999 顶配呢 23999 你看叫非凡大师 你看长这样啊 折三个叠 试约效果图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吐槽呢 说都在说 华为的三折叠屏手机是噱头 毫无实用价值 也不想想 这产品的定位啊 本来就不是给你这种人来用的 那应该是给谁用的呢 你看皇上 皇上的屁折子嘛 就是一般是这样的 一般买华为手机的人呀 就是买这种特别贵的 华为手机的人 他别人是不缺钱的 别人呢 是这个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领导 这不是开玩笑啊 我发现体制内的人 很多人是爱买这种大折叠屏啊 甚至是三折叠屏 他图啥 对吧 就图一个霸气啊 他可能不会想自己是皇帝 但是他就觉得 我设计拿着特别大东西 我看东西清楚啊 而且拿出来大 大就是权威 嗯 就是这个看着比较气派 嗯 顺带着哎 一般人得拿着这装个逼 对不对啊 比较亮眼嘛 这块呢 有这个手机的播放视频 可以看一下啊 你看这样的 哎 扯跌开 展开 嗯 再展开 对吧 然后再横过来 哎 就这样啊 其实看着还行啊 其实看着还行 嗯 只不过我呢 肯定不会买 为啥呢 我是个米 不我也是谁呢 会觉得这手机要沉啊 真用不着啊 真用不着 你想想当年 最早时候呢 只能手机刚起来 有一段时间呢 特别实行什么呢 就是那种大型的 我们叫note note系列 就看着跟笔记本大小似的 啊 不是那个笔记电脑啊 是这个看着就是机式本啊 机式本大小 就是他折叠之后呢 大小跟一般的手机大小差不多啊 这一个兜呢 能放下 这大屏幕 他确实可能用着比较爽啊 但你从我来说呢 我觉得很麻烦 因为我真的不想折叠开 我因为用不着啊 我大了大多时间 就是手机掏出来看一下 又收回去啊 我几乎是缺乏这个使用展开之后 场景的这么一拨消费者 所以对我来说呢 就是小米出了 我也不买 真的 不是因为品牌啊 真的我这用不着啊 而且太贵了 对吧 两块钱 我两块钱干啥不好 是不是 别人挠的 我都买俩了 这up主还吹呢 没办法 展开的那一瞬间 冲击力真的太大了 科技感太强了 豪华感太强了 三折叠太尿了啊 就是这个这个 哎呀 我觉得这有点文盲啊 然后就马上很多这个花围的花粉们呀 就来就来就来这个 维护花围的品牌价值啊 说看了一堆一圈喷三门话术 我很欣慰 因为他们始终只为着价格喷 而这价格呢 恰恰是最没有喷的点 说句不好听的 买这个产品的用户群 根本不在乎那价格 他们在乎的是 啥时候才能不加钱买到 目前从市场热度来看呢 短期内估计要拿了 因为现在看黄牛万 很多人说什么36万一台 能进了啊 36万一台有病吧 这种感觉 你看他就说 你嫌贵 是因为他的 你不是他的目标消费用户群 你穷逼啊 就是没把穷逼这话给说出来了 但是呢 华为16 跟这个说出来 苹果16 还包括16pro 跟华为这个三折叠手机呢 同以前发售 那口碑啊 那说实话啊 其实还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至少颜色设计的不错 我还蛮喜欢这个绿色的 就这个绿色款 我还蛮喜欢的 当然我不用苹果手机啊 然后看价格 iPhone16非pro版呢 是5999 iPhone16plus呢 6999 你看这个价格 对不对 只有华为三折叠屏手机的 三分之一 一半左右 我们但不看这评论区啊 评论区就是另外一个话锋了 尤其是这个观察者网 哪怕是这个pro版本呢 也是79999和9999 最贵的啊 都还只有华为三折叠屏手机 最便宜版本的价格的一半 看人生评论啊 关上着网 没事 果粉自会适应一切缺点 并且通过一些奇怪的逻辑呢 转换成优点来宣传 你看啊 说标准版屏幕60赫斯 安卓轻员机都没有的配置 就嘲笑嘛 还说还喷这个果粉啊 说我都不知道 如今买苹果的原因究竟是啥 难道是单纯的因为它是苹果吗 说看老外总有一种看爹的心态 还说买苹果就是为装逼嘛 你分得清11 12到16吗 说这个就是 没有当年呀 土豪鸡玫瑰鸡那种标新利益的能力 还卖奢侈品价格 就是收苹果税 你要他说苹果16 这个不到一万块钱 叫收苹果税 当奢侈品来卖 人家华为都知道了 每年信号一眼就看出来不一样 行吧 反正这一万块钱 当收智商税奢侈品 华为这两万块钱 三万块钱呢 人家觉得 这个你们不是消费者啊 你们穷逼 好吧 今天新闻人说点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订阅 长按推荐 一眼三连 谢谢大家